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我在这里等你 说到长寿的秘诀 很多人都会认为方法很难 他们做了一些异于常人的事情 可是经过探寻过后 会发现很多长寿之人的所谓长寿秘诀 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只能说有一个难点 就是他们可以将很小的一件事 长期坚持下来 这一点不少人都做不到 这次要说的主人公 是来自浙江渔航梁主街道梁港村的 郎金凤奶奶 她已经一百多岁了 身体看上去还很不错 在当地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很多人都因她的长寿慕名而来 主要就是想要了解她的长寿秘诀 希望能给更多人启示 经过追踪询问 发现郎奶奶的长寿方法 也就藏在饮食当中 饭量一直很好 郎奶奶不管是在年轻时还是现在 饭量一直没有减过 每天三顿饭一顿也不落下 且每顿饭都能吃大半碗米饭 再加上一些菜 有时甚至还会在两餐之间 有额外的加餐 吃一些水果或者坚果之类的小零食 另外 郎奶奶每次吃饭都不会让自己吃得过饱 她知道吃得过饱很难受 对肠胃来说也是负担 可能不容易及时被消化 对身体而言也就不会是好事 每天都会吃到七分饱 身体更容易吸收到营养 还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 一到两星期吃一次甲鱼 郎奶奶对于甲鱼特别的喜爱 有时一个星期炖一只 有时两个星期炖一只 一年吃下去的甲鱼还是蛮多的 经常吃甲鱼能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 甲鱼中含有的营养也是较为丰富的 其中蛋白质、钙以及维生素A都比较多 也就能帮助改善身体的免疫功能 减少疾病的发生 除此之外 甲鱼壳在中医方面是一味很好的药材 可以帮助滋阴和散结 甲鱼肉也可帮助改善一些问题 比如说气阴两虚、肝肾不足、倒汗、出血等 由此可以知道 狼奶奶坚持吃甲鱼能给身体省去了很多问题 爱吃荤、偏爱羊肉 都说多吃蔬菜和水果好 可狼奶奶相较于蔬菜会更喜欢吃荤 从吃甲鱼的频率来说就可以看出 除了甲鱼 荤菜中羊肉也是老奶奶比较爱吃的 一年也是能吃掉几只羊的 羊肉属于红肉 有人会说吃得太多 对心血管健康不利 还容易引发其他问题 早就被列入黑名单了 红肉的确得限制摄入 但不是说不吃 红肉当中也有一些营养成分是老年人需要的 适当补充并不会给身体带来危害 虽然老奶奶一年吃了几只羊 但均衡摄入不会给身体造成损伤 反而会带来益处 比如补充铁元素 以及其他矿物质和蛋白质 但前提条件一定是要合理摄入 不要过量 其次就是要少吃动物内脏 事实上在各种追捧补品的今天 人们常忽略身边常见食物的营养价值 其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 抗癌物质等等 并不亚于补品 美国现体 时代杂志近日列出十种超级健康食物 它们可以抗疾病 增体能 一 牛油果 牛油果富含维生素A E C C 等多种抗氧化物质 富含动植物油 纤维素 以及叶酸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降低患心脏病的可能性 二 大蒜 大蒜可以大大抑制 大肠杆菌等细菌增长 能够起到消炎作用 大蒜含有蒜氨酸和蒜梅等物质 碾碎后会互相接触 从而形成有保健作用的大蒜素 因此大蒜最好捣碎成泥 且要放10到15分钟后再吃 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 三 菠菜 菠菜所含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有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 最新研究还显示 菠菜是抗癌效果最为显著的食物 四 黑巧克力 制作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天然抗氧化物 类黄碱素 这种物质可以降低血压 防止血小板凝快 有利于血管畅通 也使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大为降低 其抗血栓的效果 甚至比红酒、茶 以及浆果类的水果还要好 五 西兰花 有人把西兰花叫做天赐的良药 和穷人的医生 这是因为常吃西兰花有爽喉、开阴、润肺、止咳的功效 西兰花对杀死导致胃癌的幽门螺旋菌具有神奇功效 长期食用可以减少胃癌、乳腺癌、直肠癌等癌症的发病几率 六 柠檬 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P 特别是维生素C的含量更高 具有抗氧化和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 有助于控制血压、保护心脏 此外 柠檬还能抵抗血液中钙离子 促使血液凝固的作用 因此可以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七 桂鱼 桂鱼是世界上珍贵的鱼种 富含欧米加三脂肪酸、尼克酸 有助于降低患抑郁症、心脏病、癌症、阿兹海默症等疾病的风险 八 鼠类 一提到富含钾的食物 很多人只会想到香蕉 而事实上比香蕉钾含量高的食物有很多 譬如土豆、芋头等鼠类食物 土豆的甲含量高达342毫克每百克 而香蕉的为256毫克每百克 芋头中的甲含量也比香蕉高50%左右 用鼠类代替部分主食 对预防慢性病、便秘等都有好处 九 豆类 豆科植物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多吃各种豆 比如大豆、绿豆、红豆、黑豆、豌豆、云豆、扁豆 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十 核桃 与其他坚果相比 核桃含有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它能减轻对胰岛素的抵抗 并降低人们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此外 狼奶奶能够长寿 除了与饮食相关 还与一些其他习惯有关 手巧灵活 从小做针线活就很不错 它做的虎头鞋、绣花、折玩偶 每一样都做得很精致 很多人都会慕名去想让狼奶奶做个虎头鞋 还有人想让狼奶奶做端午的配饰 只因做得很精致 也就在近些年才不做了 从狼奶奶的手巧灵活当中 可以发现它的两个优点 一个是不闲着 在做针线活时 手、眼、大脑得到了锻炼 也就会有益于延缓这些地方衰老 而且在做针线活期间 也是可以平复不良情绪 或者说锻炼耐性 对于养成积极乐观心态也是有益 这可能也是狼奶奶长寿的原因之一 年纪再大仍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可以发现中国的大多数老人 在年纪变大后就会与子女们住在一起 希望得到子女们照料 或者说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孙女 主要是怕独居 越老越喜欢热闹 不喜欢孤独的感觉 可是老奶奶不一样 她一直都是独居的 每天的饭菜是子女送过去的 其他事情都是自己做 她更加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子女们也是偶尔会过去 与其聊天 打牌 打麻将 孤独感并没有那么强 也就是说 她的情绪波动也会比较少 再加上适当做一些家务活 就相当于运动了 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 能够获得长寿的人 可能是有一个良好的基因 但后天的努力也不能缺少 狼奶奶一直坚持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为她的长寿之路 铺好了很好的基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